同一個打工仔 如果那個人不要被人解僱 就政府給9000元老闆請他 解僱了之後政府就不管了 那這是什麼道理來的 失了業的人就是政府當不存在 最少在幫助他們當不存在 因為抗疫基金裏面有左基金右基金 就是沒有失業援助的基金 如果都是貿易長毛你貪不貪心些 每人拍一萬又花六七八億 現在又拿了1600億出來抗疫 拿了2000多億了還不夠 當然了如果你拿2000多億 也不是對症下藥的病 永遠都在的 你用多少錢去買藥 那些藥是錯的當然不會治病 是不是 這個ICU是要來治病的人 是不會去幫那些減肥的人去減肥的 現在就是這樣 是不是 政府聽到老闆在那裡硬 那就給錢他了 是不是 那就即使用ICU去幫人減肥 由一月到現在 越來越多人失業 越來越多人因為失業而貧困 政府沒有專門專項去理 是不是 所以我們說了就是說 設立一個失業的援助基金 專門專用 直接用現金去幫那些 在放無薪假的人 是不是 那些放無薪假的人沒有錢 如果政府 那個老闆津貼9000元去 去請一個打工仔 那為什麼被人炒魷魚 那個打工仔不可以拿回9000元來幫自己 是不是 政府的抗疫基金就及時雨 不是灑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 是灑在那些沒有必需要這些東西的人身上 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大家樂、大快活、麥當勞 全部都可以申請的 那9000元 是不是 反而你失業了 叫救命 沒有錢去吃麥當勞 沒有錢去吃大快活 沒有錢去吃這個 大家樂的呢 他不會給你錢的 同一個工人 如果救運 現在還未炒魷魚 他老闆就可以每個月 在他身上拿到政府9000元的幫助 炒了他老闆看也不用看他的 是說公公道 如果那個人公開 要吃飯 要借錢給他多數 現在儘管反過來 老闆一說叫死 他就說我幫幫你 我們有大把錢 我們有1600億 你想要什麽我給你些 幫不幫到那些失業的人走呢 幫不幫到那些 沒有薪假的人走 是沒有的 是吧 那些左基金 右基金 前基金 後基金 全部都是把那些錢 先給了老闆 然後他決定怎樣幫那些大公仔 所以 如果真的要幫到打工仔 一定是要有一個針對性的方法 就是設立一個失業援助的基金 用現金直接去幫助那些 放緊無薪假 這個開工不足不夠洗 以至到被人炒魷魚的人 大大話說 現在最少有20萬以外 他們找那份工的機會越來越小 是吧 受影響的時期會越來越長 由失業就變成貧窮 所以我們認為 政府拿1600億出來幫忙 首先就是幫他們走 我去回答 寶貝 小我 謝謝 謝謝 我